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中秋節快樂 我是陳明君 好喔 今天清晨好多的果粉 應該都沒有睡飽對不對 因為呢 蘋果在今天凌晨 這個舉行了秋季新品發表會 一口氣亮相了三款新品 包含了iPhone14 還有Apple Watch 以及呢這個AirPods Pro 2 三新品啟發 驚喜亮點好多 能夠讓台北股市咬一口嗎 還真的有吃到甜頭耶 哇 台北股市今天開小糕之後呢 一路的向上走高 今天收盤的這根紅K棒的糕點 吃掉了昨天黑K的糕點 這代表著中秋節之後 台股安心了嗎 尤其酷克給果粉大理啊 iPhone14甜甜價 並沒有變很貴 哇 台股的瓶蓋股要衝鋒了嗎 馬上歡迎今天來節目當中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金融培訓協會的理事長 林昌星 昌星哥好 林娟好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許玉玲玲玲玲好 林娟好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先祝大家中秋加減愉快 好 資深分析師林志斌 冰冰哥好 資深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資深分析師豐開平 豐總好 敏君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丁趙宇 宇哥好 敏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甚至美國股市都受到這個消息的激烈 那就是蘋果的秋季新品發表會 終於等到道瓶止跌回輪了 昨天是大漲 道瓶昨天是大漲了1.39% 漲了433點 終於收了紅K棒 而且是開小高之後一路的走高 科技股的納薩克指數呢 漲更多 為什麼 那月蘋果是當中的成分股嘛 昨天的納指是大漲了2.1% 上漲了246點 來到11791點 亞洲股市是同聲的慶祝 包含的日股大漲2% 韓國股市小漲0.3% 台北股市今天回神 在中休止之前呢 給股民們定心玩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了1.2% 只有鹿港股呢 是稍微的垂淚 好 今天的最重要細菌呢 幫大家來做掌握 包含了iPhone14哦 哇 下午呢 有電信公司開放預購 兩分鐘就秒殺賣完 那下個禮拜就可以拿到新手機啦 新手機哪些亮點呢 那除了平蓋股受惠之外 空運有機會迎來吉丹嗎 我剛才說 我今天的中華電信開放預購之後呢 兩分鐘Pro的版本就賣光光啦 下個禮拜要正式的 拿到貨開賣了 那要靠什麼來運呢 就是空運 有人講空運有沒有機會 靠個iPhone14開賣拿到吉丹呢 加上最近有邊境開放 好多的國家來台灣 都這個防疫大解放 我想問一下玉玲姐啦 這個iPhone14靠空運 航空航運股真的是兩樣型 尤其今天航運股有說 陽明就坦言啦 運家會慢慢的回歸正常 現在操作運輸股航空會比航運股 來得吃香嗎 對的 天上飛的會比水上流的 再來吃香一點 因為從技術面跟籌碼面 都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好 那今天玉玲先從航運的角度 航空的角度來幫大家來去做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航空 因為今天的航空為什麼起飛了 那重點是因為今天蘋果的新機有傳出 要用空運來去做一個運輸 而且網友還講我出國買iPhone 會比在台灣買更便宜 出國買 所以沒有玩一下就對了 就算隔離三天也值得 對 所以這個在短線而言 對於航空的部分 是有一個股價激勵的效果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結論 我認為目前航空的個股 以它的籌碼 甚至以它的技術線型 甚至以它的景氣的能見度而言 它都是算一個短線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真的持有航空的個股 我給大家四個字叫做 見好就收 那航運的部分 其實目前現階段 還沒有看到整個反轉的一個傾向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手中還有航運的人 來 先稍等一下 先等等 因為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在結構有一個跌升反彈的空間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 反彈到壓力位附近 可以來去做一個換股操作 反彈先站在賣方 為什麼我特別挑華航的這一檔標定 其實如果華航跟長榮航 這兩支股票料來去做選擇的話 我必須要跟明君講 我認為長榮航的技術線型 是比華航好 為什麼我今天要講華航 因為華航今天有一個多方缺口 這個多方缺口 在短線而言 它有一個表態的作用 但是這個多方缺口一旦出現 我給大家三天的時間 也就是下週一 二 三 這三天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三天的時間 這個缺口不能夠被回補 如果回補它代表 今天的這個跳空它是一個假的 甚至有人是站在賣方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華航的部分 特別其實因為現階段華航 它的位階是比較低的 位階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有機會來去做一個反彈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目前外資還是站在賣方 投信也沒有進來賣 但大家要知道 前一波的華航或者是長榮航 它之所以能夠漲 它跟籌碼有關 跟你看這一波漲了三成 是因為外資跟投信 同步的站在賣方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航運的人 一定要去看外資跟投信的籌碼 如果外資跟投信 沒有同步的站在賣方的話 那這樣子的航空 華航跟長榮航短線 還是回歸到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要短線建好就收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張的航運 因為我發現到 其實從它的技術面 日K線 下跌都是帶量的 你看這個叫做盤跌 有沒有 盤跌 而且跌得讓你不知 它也不算是跌得很快 但是它就每天跌一點 每天跌一點 然後你不賣它好像又不對 拿著也好像不對 但是來到這個位階 玉婷也不會叫大家去砍 但是我覺得 它應該有機會跌升反彈 跌升反彈 我認為還是要得換股操作的部分 萬海也是一樣 但是因為今天我看了一下萬海 外資是有站在買方的 所以下週是有機會跌升反彈 天跌升反彈我們站在趨勢 就是轉換到趨勢多方的個股 來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好 畢竟陽明自己都講了 未來的運價會慢慢的趨向正常化 就代表說不會有過去 這個運價飆漲的情況出現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理性一下 處理自己手上的 這個貨櫃三雄的股票 好 那看一下這個 進入到九月份 也是第三季的季底了 集團作帳行情 有沒有機會在最後一個月 來加緊馬力呢 其實我覺得有 大家要知道我因為上半年投信的績 是非常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集團在這裡有沒有表現空間 我認為有 那從這個集團的概念股裡面 我幫大家挑選到像是台達電 其實台達電它也是跟政策加持有關 而且它是跟電源管理IC有關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達電的K線圖好了 2308的K線圖 好 2308 好 我們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台達電 來 它是一個出量 出量形成的一個轉折 那我也不是叫大家呢 下個禮拜一無腦的去追多 而是這一根紅K 它是一個表泰紅 表泰紅的紅K的中植位 這個部分是大家可以量縮來 去做切入的部分 好 那台達電之外呢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導播我們來看一下彩晶 616的一個K線圖 好 那這一波的一個彩晶 你可以發現到 股價就不知不覺 往上電高有沒有 不知不覺往上電 對 長得快三成 明君說得對 而且每一次上工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都是帶量的 有沒有 帶量的 所以像這種標定 最好是買在什麼位置 最好是買在拉回來縮量 而不是出量的點 因為每一次出量之後 它都會有一個休息的整理 那我認為這種標定 大家都可以值得來去多關注 那今天盤面上面 有一些8月營修陸續公布 其實昨天大盤不好 可是有一個族區逆勢走強 那就是網通跟IPC相關的族區 我想請教趙宇哥 網通IPC 8月營修強救員 下個禮拜還有可能是台北 國是劫後的主流嗎 好 我們先幫大家來報告一下 就截至錄影時間為止到現在 我看了一下 我掃了一下 這裡面我所列 製作單位所列出來 這6檔股票當中 起碼這前5檔 8月營修都比7月來的成長 那即便是重達 其實重達的8月營修 跟7月營修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2.7億左右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現階段來講 整個網通族群它的營修很好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主要是因為去年的一個機器太低 對 而且去年沒有料 對 出不了貨 但是大家在這個網通族群操作 一定要分清楚 因為網通它的範圍太廣 有可能 有人是Wi-Fi的 有人是光通訊族群的 所以不太一樣 好 那在操作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要先搞清楚 第一個機器要夠低 所以我認為整體網通族群來講 還是先注重光通訊族群 因為光通訊族群也整體最低 好 這個有機會我們改天這樣 像重達這個地方來講 你看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是 都沒有漲 這個叫做三年不開張 開張43年 對 漲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投信在這個地方有買 因為投信反而是在高漲的時候買 它在一半左右這個地方買 大概在這個地方買 後面這個地方整理期的時候 它就買得比較少 像這種股票 其實觀眾朋友不需要去追它 為什麼 你只要打回到投信成本區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再進去跟它 去做一個佈局就可以 因為重達已經講過 他說今年來講下半年 它做400機的光收發模組 它的一個出貨來講 是有目共睹的 它已經講了 就下半年的一個營收部分 所以網通IPC的部分 包含工業電腦 這張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營收未來有爆發力的 其實今天宇哥還提到一個是 iPhone14 我們知道它支援這個衛星 可以做求救 不管你人在哪裡 沒有訊號的地方都OK 這個低軌衛星概念股 好像今天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你覺得後續怎麼觀察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題材蠻多 輪動的題材很多 網通IPC 這個所謂低軌衛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整體而言的話 為什麼蘋果支援衛星通訊 就很簡單就是說 現在這種低軌衛星的題材 已經是非常的需要了 不僅僅是蘋果 其實坦白講 剛才志斌有談到那個咖明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也是 潛水 我是玩三鐵的 所以你也是極限運動愛好車 我們的腳踏車 如果是撞到出事情 它會直接去緊急聯絡人 所以很多東西 它現在已經是 支援衛星的訊號了 當然這題外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再包含一下 森達克的部分 各位你看到 其實大家說很難做 為什麼很難做 你看明明走得好好創高 它就給你兩個黑黑 就打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大家會說 我到底是追高不追高 當然不能追高 因為追高來講會有人賣 甚至盤中還有人跟你對坐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這種強勢族群 有人鎖定短線資金都是這樣子 要怎麼做 打回到一個均線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來講 相對大盤指紋 當然這兩天 是因為所謂中秋節的一個關係 盤也不好 像重期題材也是很多 藥燈藥華這個部分來講 都是所謂低軌衛星的題材 好 今天我跟各位談了一檔股票 公準 我們來看一下公準 看一下公準的圖 我為什麼談這檔股票 其實股票最重要就是題材 如果你只有一個題材 你今天光是這個 假設你今天只有低軌衛星題材 不夠 今天不講低軌衛星 那你的股價就要先行了 好 公準這檔股票來講 我們先看他的大客戶 我們先不講他的低軌衛星 好 我們先講他的一個 所謂半導體的部分來講 他的大客戶是這個 阿斯莫 阿斯莫 漢偉科 前骨王後來被收購的 對 以及日月光 在這裡面來講 他的半導體的出貨是供應 給所謂微影製程 跟電子數量檢測設備的部分 有在無人機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是電機的自動氣的一個地方 這個還是說不是低軌衛星的題材 是跟航太或是跟半導體有關的 真正的他的低軌衛星題材 是用在低軌衛星上面的 訊號延遲轉換系統 這個部分我沒有寫上去 訊號延遲轉換系統 那我們來看他上半年 他公布的上半年的時候 賺2塊7 他去年全然是賺2塊錢 像這類型的股票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並沒有大漲 就是說他從一個 這個均線從一個下降開始 到走平道開始翻揚 這兩條月季線 大概都已經開始翻揚了 也就是說他的主體完成 但是問題是說他又沒有過高 所以像這類型的股票來講的話 我們是可以把它定義成 一個剛剛起漲的部分 但是操作上面來講 因為這兩三天 我有觀察這兩天 事實上都有爆量的這個情況 但是這爆量 大概有一半是當衝造成的 現在很多股票要這樣 所以他打到這個地方 你看紅K這個地方 突然就有支撐 即便是這幾天 中秋節的一個連假 一個賣壓 他這個低點還是守住 月線也是守住 對 那我認為在這裡 整理完畢的時候 這個高點來講應該有機會突破 再漲另外一波 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開小高之後 一路的走高 禮拜四終於在中秋節前迎來大漲 而且收復了裴洛西防線 加上美國股市直穩了 下個禮拜台北股市透懂了嗎 護國神三台積電 今天下午公布了8月份營收 突破了2000億元的天際線 出現了月增年增 下個禮拜四台積電要出席了 我這一次甜甜價 買點又來了嗎 馬上歡迎第二階段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財經所助理教授 朱月中 朱教授好 大家好 萬寶投顧總監蔡明章 蔡總好 大家好 等一下財經所助理教授 謝承諺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先看一下台北股市間的籌碼變化 投信繼續買 可是外資還在賣 但是還好這個賣超縮減 新台幣終於是不貶了 外資今天是賣了25億元 周縣三連黑 南科鴻基 可是卻出現了破底翻 我想先請教昌星哥 現在大家就說啦 外資的買賣超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做參考 因為台幣貶值 外資有出脫的壓力 今天外資賣超的前10名 依然是我們的大型股 我包含的第一名是賣了聯電 營收創高照樣賣 台積電報越營收那麼的好棒棒 依然是賣超的 那外資這個最近的操作 可能比較大家難以做參考 可是投信部分就可以來留意了嗎 因為投信是再繼續的買超台股 已經真的是不知道 怎麼算這個紀錄了啦 投信兼買超的前10名 有這個面板股 還有網通股 跟股價很強勢的元泰 我想問一下昌星哥 台北股市現代的操作 法人買如果說股價有徹底翻揚的話 真的有機會指紋嗎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交易的重點是這樣 如果你看外資看大型股 甚至於說你看新聞 我覺得這個禮拜我真的要講一句 都是新聞嗨 早上起來報紙就是半導體 成熟資人不好 先進資人不好 都是很可怕的利空新聞 直接利空 那新台幣一大扁 那外資當然就是賣 所以台積電 聯電 金圓雙雄是一直提款 可是問題是說以這個所謂的土羊的對座來說 其實投信還是肩負著互盤的任務 目前還是看投信嗎 對 我覺得還是以投信 那今天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投信 今天的盤面 其實很多的股票 昨天跌今天都反彈 可是形態上有沒有改變 那土羊對座上有沒有一些機會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有形態有一些改變的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投信買超的過程中 你看南亞科基本上在這邊 其實他都是這些做記憶體的 我認為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投信有買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去什麼 不要在這邊去撈底 你一定要等他站上所有的均線 站上去 一定要均線 南亞科還沒站上 對 所以說其實以南亞科跟黃巴列來說 那投信買的南亞科比較多 那基本上他也開始做主體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投信 現在在做這個流液的部分 那宏基跟鷹葉達 其實兩個我們看起來 以前都是做這些消費性電子 那宏基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樣 投信一直買 昨天破底今天就拉上去 這個我就認為 投信可能會互 那繼續做做到什麼 我認為也會做到 至少做到九月底吧 最後九月底的行情 那下面這三個就要特別留意 因為是什麼 土羊對座 今天我們說平蓋股很棒 軟板很多都漲很多 可是你看見底 投信有買 可是怎麼樣 外資在賣 土羊對座就漲不上去 所以如果這種土羊對座又漲不上去的 你一定要特別留意 如果是什麼樣 如果是一直外資在盜 而且盜很兇的 那基本上你要避開 那金元電也是一樣 投信一直買一直上不去 所以我建議都要避開 但是唯一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鷹葉達 鷹葉達我們把它打開一下 我們看看鷹葉達 鷹葉達其實在今天的盤面上 相對比較強勢 事實上他已經跨入了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的伺服器 那下面已經說會往上拉 所以投信在這邊琢磨 我提醒大家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基本上至少你先幫我放投信 投信基本上在這一波是一直買 黃買 一直買 那一直買的狀況下 我只提醒大家一點 你也不能標太多 至少要穩穩的不要打下去 這種就是發動的訊號 這就是特別留意這樣的訊號 那像如果幫我 土羊法人可以做 但是投信有撐住 對 那邊幫我放外資你就知道了 外資是一直賣 然後投信一直買 類似這樣的標的 如果你看到反過來 外資沒有賣了開始買了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發動的訊號 所以我認為相對來說 這樣又有題材的部分 相對比較安全 可是這個禮拜盤面比較差 那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破線破架的 一點火跳水 你真的要什麼特別留意 包含說像中碳針 建核心 這都跟充電有關的 事實上在營收都不錯 可是頭線一賣 點火就是下來 這種就是好難做的車電股 對 就是不好做的車電股 所以說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股票標的 你事實上你一定要特別留油 像這樣子一身破仙破架的 你反彈一定要走 好 那這兩個就是 已經這個相對比較弱勢 可是台表科細創 德偉跟育創 我認為大家也是要特別小心的 為什麼 因為投信開始 從買轉賣 對 我認為這樣的標的 它可能還在犯三腰 你會不知不覺 剛才明君也提到 青年對我很多都是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的跌 事實上是比較痛的 所以我認為呢 事實上包含台表科細創 這種投信剛剛開始有賣超的個股 加上如果說基本面有一些疑慮的話 我認為大家可能還是要避開 好 昌星哥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外資持續的在調節台北股 是投信連買 但是也不要高興太早 投信剛買的或土陽法人對坐的 股價有支撐力道的可以留意 但是投信如果轉賣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了 剛才幾個老師都提醒大家 針對八月營收公布的 加上題材股選股的邏輯 可是要來跟大家來講一下 說到八月營收選股的強救員 我們昨天節目有提到 一家公司的股票 是做健身器材的 這個是我們議員教授提的 因為現在歐美拼解封 你出去的話 現在成本外面玩吃都很貴 哪裡最便宜就是健身房 結果今天看到喬山這檔個股 攻到了漲停板大漲 也是因為它八月營收 表現非常的不錯 另外加燈部分也是營收 好得不得了讓大家跌破眼鏡 是好得跌破遠鏡 雙雙都出現了亮燈漲停板 這邊我想請教一下楓總 八月營收創高的概念股 就是閉著眼睛買就對了嗎 其實不然 你光是看這六檔裡面 全部都是八月營收創新高 有那個波蘭不新的 那有開高就馬上擠走低 然後震盪有幾乎快要衝上去 可是慢慢 你說它跌嗎 好像似乎又沒有完全 等於說翻黑 那怎麼辦呢 到底怎麼做操作呢 也有在慢慢慢慢 尾盤慢慢推上去的 來 我跟大家講 這些題材除了你要重視 股票要講一定要有題材之外 對不對 你要有一個最高指導原則 過高爆量的不要追 題材再好都不要追 因為現在不是攻擊牌 現在是屬於震盪整理牌 那有的是被錯殺 有的是怎樣 有的是違邦不入 亂邦不居 我們從K線來看 我們看聯電 各位你知道嗎 聯電八月營收創新高 對啊 連續十一個月 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 它連續十一個月創新高 你台灣股市哪裡 找到十一個月創新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 真的啊 對 因為成熟製程的雜音很多 而且有雜音的都是什麼 力量比你大的那個法人 尤其是外資 那他錢比你多 他戈背比你粗 你就不要跟他對抗 但是他的確是創新高 那怎麼辦呢 區間操作 打到前提的時候 靠近前提不用殺了 反彈上去的話 技術面的壓力點 譬如說這個頸線的壓力點 做解碼 對 都是做解碼 做來回操作 你看南電也是一樣 窄版三雄 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套很多人 因為窄版三雄 除了南電 你看南電還算是怎樣 還算是差強而已 他還曾經打過一個W 可是打不成功又下去 也就是沒有破底 你包括景碩 包括欣欣 都是這樣 直接一直往下 一直走樓梯往下 那他這種情況之下 他發運的時候創新高 你也頂多只是怎樣 前提的時候先不要殺 反彈上去的時候 先減碼 為什麼 這樣來回套了銀 因為如果說 他套好多人 因為他營收好 可是如果說這件事 南電 景碩 欣欣 三個同時都漲 代表什麼 有一個所謂的族群的氛圍 現在沒有 現在只有南電稍微有打底 你看包括景碩 包括欣欣 都沒有打底的情況 代表什麼 這個族群的一個前景 還是有雜音的 不是得到所有反而認同 那台積電 大家一定會說 台積電今天外資不是在賣 大家有所不知 台積電是盤 今天是收完盤之後公佈營收 太漂亮了 我告訴各位 下個禮拜 今天來不及買的外資 搞不好下個禮拜一 就要來做一個回補 所以他跟聯電情況不一樣 承收製程有疑慮 但台積電目前沒有 高階製程之王一個人的武林 只是說他最近放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 什麼要停機 那種高階的EUV 能夠shutdown的嗎 不可能 人家創了2100億 這個太漂亮的一個營收 所以今天收完盤之後才公佈的 所以說我認為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把人會來做補個動作 這種情況我告訴各位 500塊以下一定是值得買 只是說你要有一點耐心 長勝 今天有很多 他是生技股代表 很多人就會說生技怎麼辦 來 生技要怎麼看 看電子股 什麼意思呢 電子股只要是強的時候 今天的生技再漲什麼 再漲把人沒有 再把前兩天擊殺 出貨出不乾淨 6550 對 那今天如果說今天 今天如果 對 今天北極星要業 對 很厲害對不對 因為還沒有出貨 是這樣子嗎 對 那他本身還有解盲的 這個解盲嘛 賭性還很健常 他不是漲停就是跌停 對 那你看他的K線型態 你認為這個地方套牢的人 他是殺下來 出貨出不乾淨 上去的時候 這些人要不要 會怎麼樣 也會想要賣的動作 你說那會不會在職業下衝上去 他這種情況沒有獲利股票 這種再衝上去 就是說如果說他也能夠衝 在急衝的時候 他自然會帶動其他低價的來 所以你不用去追他 我們再回到公格來看 長勝也是一樣 來 這個地方長勝 今天如果說下個禮拜電子股回魂 我告訴各位 很多生技股這種上去的 流上一些 你看1 2 3 4 4黑K高點越來越低的 如果說有反彈 你要趕快把握 你可以賣在更漂亮的位置裡 趕快離場 對 那如果說電子股轉強的時候 你更要賣 一定要趕快走 你看EPS才0.47元 0.47元的EPS能夠支撐這種 對 支撐這種高價位 好 像維田這種股票 工業電腦它是泛明基集團 可是大家對他不熟悉 這種股票就在 你看前兩天漲停板 第二天既然跌停板 但這種籌碼已經高檔上面 已經套到這麼多人上去 他的EPS是 沒有錯上半年是1.8幾元 坦白講北比不是很高 可是這種小股票 比較容易受到這種主力的控制 套牢子這些籌碼 你認為他會馬上幫你解套嗎 逢高也是要出 也就是說你要去尋找什麼 就是說譬如說像以勝KY 他是連續三個月營收創新高 我問各位今天一個低點 兩個低點 三個低點都沒有破 至少最近的低點沒有破千低 對 那在這個地方 我告訴各位 這幾根HK線是怎樣 有點嚇人 投信外資都在賣 可是投信外資絕對沒有想到說 他六月營收創新高 七月營收 八月又創新高 所以他今天已經開始回魂了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以勝他是做特斯拉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MIH 電動車最重要的是 底板你要先做出來 其他各家的設計不一樣上面 那他的Model C 還有像他的MIH 其他不管是美國的Fisk 這個所謂的Pickup 或者是說這個異影車 或是泰國的合作 開始訂單來的門 還沒來 還沒來的情況之下 就創新高 那將來的是不是又是 更可怕 又是給他一個墊底作用 而且他還有什麼 低軌衛星 對 所以說在這地方 導播最後給我看 給他看一個開線 5243以勝KY 你看低點也是很漂亮 那之前這個地方 這個法人在這邊賣賣賣賣賣賣賣 買不下去 今天業績出來了 我相信會有回補的一個機會 好 非常感謝封總所做的觀察 八月營收的選股跟操作概念 這個我們即將台飛股市 經過了驚濤駭浪這一兩個禮拜之後 要迎來中秋節的三天廉價 那捷後的表現很關鍵 台飛股市今天開小高走高 紅黑棒收復了昨天黑黑的高點之外 也守住了裴洛西的這個關鍵的價位 我想請問一下蔡總 捷後的關鍵轉折有幾件事情 鮑爾今天要講話了 他的內容怎麼樣來做推敲 CPI之後要公布了 下週的關鍵大師 哪一些對台北股市 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呢 其實這個月最重要的 就是利率決策 對 到底兩碼或三碼 那今天晚上鮑爾的一個談話 我認為應該還是延續在 傑克森富爾年會裡面的 強烈硬派 只不過股市未必在大跌 因為同一個利空很短的時間 重複一次的話 通常第二次不會像上一次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基本上不是重點 重點應該還是下個禮拜CPI 現在預估應該會比 7月的8.5下降 但是除非掉到了8%以下 否則9月21號的話 年總會應該還是會升三碼 我認為升三碼 所以我比較認為台股的未來低點 可能還會有一個低點 低點是在913跟922這個中間 會落在這個中間 對 但是只要CPI 數字稍微低一點的話 應該可以確定 22號的即便升三碼 最後一次的三碼 對 所以10月沒有MOMC的會議 台股真正大的反彈會在10月 下一個 determines 下一個大小的問題 下一個東西 また Personally 去做兩個問題 然後 感谢观看